教練我得要跟你坦誠一件事情 在今天來錄影之前 我其實不知道台灣有一個這麼厲害的隊伍 拿到了世界第二名 因為我當初沒有看到你們的相關報導 而且我也聽說您在當天 應該是一個非常榮譽歸國的晚上 甚至覺得很難過 不太對得起你們這些努力辛苦的 付出的學生是晚上還偷偷的掉下淚來 教練您可以說一下大概是怎麼回事嗎 光是你現在這麼一講的時候 真的是就已經講到心坎裡面 我們在飛機上快回國的時候 就有人講說 那個會有一堆人在機場等著迎接我們 我們大家小朋友都也非常高興 說我們的努力終於有人會來為我們鼓掌 結果我們一下去的時候 雖然是聲音很大 說歡迎歸國 結果我眼睛四處張望 找不到一個認識的人 發生什麼事了 找不到一個認識的人 因為他們在家有另外一個團 在為他們歡呼 那我們的人呢 早了老半天就一個人跳出來 你們的車子在那邊 在外面 就這麼忍耐 對 然後就滿懷期待的情況之下 就來個當頭幫和這樣 對 那時候我就抓著我的行李 趕快說我們車子在那邊趕快走 我不敢回頭看那些小朋友 哇 應該是載獄歸國 結果這麼沮喪的收場 那其實各位美女雖然一雙手都充滿厚見 但其實內心都一樣 像剛剛教練講的是很柔軟 所以不知道教練是怎麼安慰這些同學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我真的要堅強下去 甚至我有時候自己躲在廁所裡面 哭一哭再出來洗臉 看我的眼球還有沒有紅紅的 等一下子才出來 教練有一排眼藥水蠻好用的 下次可以借你 那個寫字都看不到 看不出來你有哭過 謝謝 謝謝 那真的是一定要在他們的面前 假堅強 其實如果崩潰的話 他們可能也會跟著崩潰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也 因為接著有比賽 然後順便讓他們所謂的收心也好 然後再訓練也好 那當晚被我罵得非常慘 連我自己也罵了 我也自己有一點點 有一點閒事底裡的罵出來 就是開始已經 有點類似沒辦法去控制了 一點宣洩 因為大家壓力都太大了 對對對 然後他們更難得的是 他們撐住氣 比我更撐住氣 他們比我更堅強 所以他們反而變成 支撐教練的力量 對啊 他們練到最後 沒有他們練到最後 他們真的是 我看了也心疼 教練加油 加油 磨練了一整年的時間 回來卻沒有辦法給予 對等於他們的榮譽的一個鼓勵 這真的是 對教練來的 你真的非常辛苦 但你還是撐過來了 而且 我覺得我喜歡台灣 真的台灣這個地方 讓人家充滿熱情的地方 就是在於 也許你們一時之間 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 你們是世界第二 這麼厲害 這麼努力的付出 但還是有人看到 還是有一個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其實真的很厲害的 我可以說他是一個創意界的長輩看到了 可不可以告訴我後來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們又獲得了新的力量 的確那個回來後那幾天真的很慘 那本來很想要去巴河隊看看這些年輕小伙子的火力 所以時間一到我反而不太想去 就躲在辦公室裡面 那我們學校有個文廷泉王老師 他有跟那個舞蹈 他有接觸 有聯絡 吳念珍導演 吳念珍導演 那他把那個經過讓舞蹈知道了之後 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我 給我們這個大理巴河隊的女生 他還安慰說 林老師你先不要那情緒太激動 我說怎麼了粉什麼事 那舞蹈你認識嗎 我說我認識啊 怎樣 我是他的粉絲 他寫了一封信 我說你別騙我吧 你真的還假的 那他光是拿那個信封 我還沒猜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手在發抖 那我看到第二行的時候 我就看不下去了 等一下 我要先問一下同學的角度 田園你有收到 這個後來舞蹈給你們進一步的鼓勵 當時你有沒有聽到 教練跟你們轉告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內心的想法是怎麼樣 就會覺得說很驚訝 然後說我們回來那麼久 然後自己其實心裡很難過 然後後來就有這陣消息 而且你們拿第二名 你拿世界第二欸 你竟然覺得心裡很難過 這真的很大落差對不對 然後又突然接到這個消息 然後又收到這種禮物這樣 就覺得說心裡是真的很開心這樣 那方玲呢 覺得很訝異吧 然後就覺得還是 有人還是很支持我們這樣 然後很謝謝吳念珍導演這樣 我想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今天的故事其實 呃 你們其實接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我想聽聽看 婷筠 這個 對於 舞蹈 在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其實有點說 舞蹈有點像義軍突起 對不對 在一個你們真的很低潮的時候 突然間跳出來說 嗨 我是一個有點老的白馬王子 我要來拯救你們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舞蹈說的 嗯 就是很謝謝舞蹈他們 就是對我們的關心 原本以為說 自己就是被冷漠的那一群 就沒有溫暖 然後直到他出現之後 就覺得說真的有人關心我們 真的有人在看著我們 默默替我們加油 在台灣這麼孤獨的運動 其實你們跟台灣最厲害的隊伍 或者是其他同樣非常非常辛苦 努力的隊伍之間 其實並不是一個那麼嚴重的競爭關係 那我在書裡面也看到很多 你們跟其實跟極美女中之間 是一個互相在國外 其實雙方都是同樣是台灣來的 你們還有彼此合作 彼此鼓勵的機會 我們又準備了另外一個VCR 讓你們看一看 極美女中這一次有話要告訴你們 他們也許在國外比賽的時間 沒有辦法跟你們說那麼詳細的內容 但是這一次上節目 我們幫你們訪問了極美女中 聽聽看他們對你們有什麼話說吧 我們也曾在義大利的時候 一起參加那個室內拔河錦標賽 然後我們一起代表中華民國 出去國外比賽 然後我們也看到你們的努力 相信你們也看到我們的努力 我們大家都很棒 然後我們要一起加油 然後往後的日子 我們不管是敵人 或者是也有可能變成隊友 反正我們要一起加油 親愛的大理同學 好噁心 沒有啦 就是其實一直以來啊 你們真的是我們可敬的對手 就是雖然我們在把場上 是代表不同的隊伍 可是我相信我們在場上的那種努力 還有那種為著一樣的目標拚 那是不會變的 然後在場下我們還是一樣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都繼續朝著我們的目標 一直前進邁進 然後一直成為 對方我們互相最可敬的對手 學長抱歉 難得可以跟大理高中女生講話 那我就多講幾句 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以前也當過第二名 那種的壓力 那種無形的巨大的壓力 比第一名還要更重 第一名是沒有辦法 每天都要很辛苦訓練一招 因為直到後面有人持續在頸椎 頸椎在後面 那第二名有時候會常常會 在帶隊的時候可能會選手會想說 我今天可以休息一天沒有關係 所以第二名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大理選手你們不要覺得怎樣 你們是非常很好的很優秀的隊伍 只是你們少了點自信心 我相信只要你們突破了第一次 那第二次第三次就會很快很快就過來了 你們加油我們一起努力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我們一併出國為國爭光 大家一起加油為國爭光